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对象的行为和方法 那这节课的主题呢,就是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 在我们之前讲对象中的行为和方法的时候呢 还没有涉及到静态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静态的关键字呢,我们叫做Static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用代码来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是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 在这里的话呢,我已经做好了一个TestStatic的这样一个类 写上一个Main方法 PublicStatic 我的Main 好的,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关键字 当然这个方法我们经常写 那这个名字,这个单词呢,却从未仔细介绍过 这个单词叫做Static 中文就是静态的 那静态的是什么意思呢? 静态的跟非静态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很明显哈,Main方法就是我们加碗应用程序的主入口函数 主入口方法,Main方法它是静态方法 那非静态的我们来看一下哈 比方说PrivateIntx 这个呢,这个呢,是非静态的变量 PublicWideShow 这也是一个非静态的方法 好,接下来我要定一下 PrivateStaticInt Y 好,StaticInt Y 那很明显这个Y变量 好,跟X变量 一个是非静态的 一个是静态的 好,除此之外 好,我还定一个Static的方法 叫做TestStatic 好,也就是说我这里定义了一个 非静态的变量X和一个静态的整形变量Y 还定义了一个非静态的方法秀和静态的方法TestStatic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写一句代码 看一下静态的变量和非静态的变量 还是有什么区别的 静态的方法和非静态的方法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想要调用变量X 应该怎么被调用呢 第一,我首先要得到TestStatic这个类的对象 接下来哈 OBG点X等于100 也就是说这个X呢 其实是一个成员变量 所谓的成员变量 也就是说它是从属于对象的 我这里实力化一个对象OBG 用OBG打点调用X 好,那静态变量呢 静态变量是怎么一回事呢 OBG点X 针对于成员变量来说 必须是对象打点调用 必须是对象打点调用 好的,现在输出了 OBG这个对象的变量 X为100 那接下来的话呢 Y呢 好,变量Y 好,我首先给它出实话是200 那Y这个变量是静态的 静态的跟成员的变量 有什么会一样呢 好,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 所谓的静态变量 是从属于类的 是类的 而成员变量 是从属于对象的 所谓的成员 成员意味着每一个对象都会copy一个 那静态的变量呢 不管这个类有多少个对象 大家都共用 记住是共用 同样一个变量 叫做X 好,我这个地方 为了区别起见 我生成了一个 TestStatic的第一个对象 OBJ1 接下来 得到第二个对象 OBJ2 好,OBJ1.Y 这样吧 这样吧 加加 OBJ1.Y 接下来 OBJ2.Y 加加 好,System点 看一下代码的执行顺序 首先获取TestStatic类的第一个对象 叫做OBJ1 然后Y加加 这个时候 Y只应该是201 输出肯定也是201 接下来 又继续6一个对象 OBJ2 OBJ2.Y加加 这个时候 Y到底是202还是201呢 运行看一下 结果一个输出201 一个输出202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说是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也就是说 每个对象都会得到成员变量的一个Copy 我有一个X 我是一个对象 我有一个X 你也是一个对象 你也有个X 我们两个X其实都是一个Copy 一个备份 一个拷贝 我们两个虽然都叫X 但实际上 彼此是不同的 在内存中也是两个区域 但是如果是静态变量 你会发现 OBJ1.Y加加 实际上Y是等于201 而OBJ2.Y加加 Y是202 也就是说是在201的基础上加加 但这个时候 我其实是用OBJ2来调Y加加的 调这个Y变量的 让它加加 那也就意味着 不管是OBJ1还是OBJ2 它们调用的Y变量 实际上是同样一个变量 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每一个班都有一个捐款箱 每一个班都有一个捐款箱 每个班的人员 每一个人员都是一个对象 如果说这个捐款箱 就相当于这个班所共享的 它就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一个静态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往捐款箱里面丢一块钱 捐款箱的值是在整体变化的 我们每个人去调用这个捐款箱 其实调用的是同样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静态变量跟非静态变量 也就是成员变量之间的区别 请注意 静态变量是从属于类 也就是说这个类的所有的对象 所共享的一个变量 共享 共享 而成员变量呢 则是从属于对象 是属于每个对象都拥有的一个copy 虽然都叫同样的名字 但实际上本质上是不同的变量 好那静态方法和非静态的方法 它其实跟静态变量和成员变量是一样的 一样的 也就是说静态的方法是从属于类的方法 而成员方法则是每一个成员对象 都会拥有的一个方法的copy 好的 那其实哈 我们在调用静态的变量和方法的时候呢 都是不建议哈 记住不建议使用对象打点调用 当然语法上并没有错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使用teststatic.y 好 因为这个对象是类的所有成员对象所共有的 所以我可以用类名直接打点调用 同理静态方法也是可以用类名直接打点调用的 直接打点调用的 OK 这个就是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之间的 与成员变量成员方法之间的一个区别 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梦方法哈 也是静态的 那也就意味着 好 闷方法也是从水类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类只有不是一般情况下 是一个类只有一个闷方法 好 我们所有的应用程序不管它有多少个类 实际上我们都只从一个主入口进入 就是闷 函数 闷方法 那除了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哈 我们还有静态块 静态块呢 它的层级是跟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平级的 看清楚了 这个静态块呢 注意静态块有点像一个静态的方法体 但是呢 它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程序块 也就是说这个类被JVM载入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静态块里面的代码已经全部被执行了 好 那除此之外 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还有什么区别哈 如果我在成员方法 就是非静态的方法里面哈 调用成员变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我调用静态变量哈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 如果静态方法里面呢 调用哈 或直接使用成员方法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直接报错 也就是说在静态的方法里面 是不可以使用非静态的变量 这是一个 同理 静态的方法中 也是不可以调用非静态的方法的 看到这里面 没有我在TestStatic的方法中去调用秀方法 这个就是报错的 但是静态方法是可以调用静态的变量 以及静态的方法 比方说 比方说 闻方法中 我是直接可以调用TestStatic方法 Static写错了 加上一个T Static方法 是可以直接调用的 静态方法之间 彼此都可以直接调用 但是 慢方法是不能直接调用秀方法 所以 必须使用对象 打点 调用秀 好的 这个就是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的介绍 我们总结一下 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 是成熟类的 也就是说 是类的所有对象所共享的东西 而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呢 则是类的每一个对象都拥有的一份copy 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呢 是可以用类名打点直接调用 当然也可以用对象打点调用 对象打点调用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不管是哪个对象调 调的都是同样的变量和同样的方法 那非静态的方法是不能够 是可以调用 调用静态的变量和静态的方法 好可以的 但是静态的方法里面是不能调用 非静态的变量和方法 它只能调用静态的东西 静态的方法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调用的 这个就是加瓦中静态变量和静态方法的介绍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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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